大家好,12月15日星期五 特區政府今天宣布行政長官李家超 將會在17日至20日去北京述職 即是這個星期日去,到星期三回來 那個出稿很短的,寥寥幾句 就說李家超去北京述職 向國家領導人匯報香港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最新情況 雖然只是簡單幾句 不過從字眼計排名似乎分了先後 先是經濟、社會、政治 那是不是真的都反映到當前的優先援急呢? 始終無論對香港也好,對內地也好 其實實際上現在最迫切的問題當然是經濟 不過區議會選舉也是新鮮熱辣剛剛完 所以選舉我相信也會是一個題目 大家看到現在特區政府的like to take很清楚 小提投票率盡量聚焦 也有接近120萬人出來投票 今天看到麥美娟接受電視台訪問 也是這個like to take 對北京來說,這個收不收貨呢? 我們拭目以待 這次已經是李家超上任之後的第二次述職 上年也是12月的 當時是近聖誕節 兩次相比,我相信對李家超來說 這次述職就緊張很多了 因為上次第一次多多一點 體量分也比較大 而且上一年述職的時候 大家還懷抱著一種 通關之後經濟就會好了 就會有報復式消費,報復式復甦的希望 但是一年過去,現在情況是怎樣呢? 大家看到 所以今年的情況 就比上年某程度更加嚴峻 整個處境 中央對香港,對經濟方面 其實那個期望是很清楚的 領導人或者各級的官員都多次強調 希望國際化,希望你繼續做好 你的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加強、鞏固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而不是去做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這裏你現在要怎樣交功課呢? 我想他這幾萬 真的要動起床板 好好地想一想 其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本來很簡單的 怎樣呢? 坐定定在這裏 或者你和各級官員一起去開會 那我就想 究竟 究竟政府做到什麼 才可以提振到經濟呢? 那一樣一樣呢 列出來做成一個清單 然後呢? 看看自己有什麼努力呢? 可以在清單上的項目 有什麼自己是努力可以做到的 有什麼呢? 是可能要中央幫忙 去提出中央是否可以幫忙呢?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呢 我覺得特區政府 現在做事的方法 我以為這個是簡單的方法 我似乎覺得他們就 不是這樣做 似乎呢 他們就好像 隨便找些東西出來做 覺得自己做了 就交了功課了 完全不用看KPI 這些 我都多次說 是一些官僚很懶惰的做法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 夜繽紛 你說 就是為了要搞活經濟 刺激消費 就做個夜繽紛 但是業界都會問你 其實日頭的消費都未搞得好 日頭都沒有人消費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就是 逐個夜市 就可以救回經濟 救回消費呢? 始終對官僚說 我做了 那就交了功課了 這個呢 就是跟我們一般 剛才說的那種 就是以結果為目標 你想想做到什麼 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其實應該是這樣想的 然後你就盡力去做好 那些你認為可以有效果的事情 我自己對幾樣東西 其實都是念念不忘的 那之前都在這個平台提過 例如 就是現在 明哥星的 國際巨星 尤其是年輕人 很喜歡的Tella Swift 他那個全世界的環球演唱會 仍在進行中 去到明年才是去日本 去新加坡這些亞洲的地方 如果你說 你臨時可以再爭取 加到他來香港一站 那那個演唱會的經濟效益 其實都有目共睹 那你說 幾好呢 那是沒有想過 真的盡力去做 這兩樣一樣 那另外就是 內地那個網上的電商 就是這個Shi Yin 那之前就說去美國上市 有消息傳 他也沒有否認 那麼 早幾天就傳說 咦 他好像不在美國上市 現在跟英國在談 就想去英國上市 那就是 他是上市的 就是爭助去哪裡上市 現在就在想美國還是英國 其實如果特區政府 又可以成功爭取距離 何不來香港上市呢 這個就真的可以提震到 給我們感覺 現在是一潭死水的香港故事 因為那個IPO的規模 都是全球注視的 覺得數一數二這麼大 那它既然是內地的 這個電商 那是不是在這方面 真是 特區政府可以努力一點 甚至去熟職的時候 叫中央是否可以幫到手呢 那就是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 從這些角度去想呢 那沒錯 剛才我提到的兩件事 那當然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很難 千八樣不容易 譬如Tella Street的演唱會 業界已經很多人跟你說 我們又不夠場地 人家已經定好了 你臨時要加下去 怎麼可能 但是問題就是 正正因為這些 是不可能的任務 難度呢 是超級地高 那所以 如果你能做到 就是大有效果 其實做事也是 就是 你高風險就是高回報 你高難度同樣是高回報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事情就是這樣 那就差在特區政府 怎樣去表現了 那這次這個述職 一點都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過關 我覺得在 即是 無論香港或者全球 已經形勢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李家超去述職 見領導人 我會認為 要查找不足 做得更好 這個是必然的了 領導人一定有這些託符 分別指在於 給不給你 和我 這些外面的人 看到這個 叫他查找不足 叫他做得更好 其實分別指在這裏 那我們就 拭目以待 那說起 怎樣提振經濟 就是做一盤數 那我就想起 昨天看到一段新聞 其實我 真的很佩服 就是看的時候 我很有感覺 就是海洋公園那盤數 昨天很多報紙都大致標題 就說海洋公園轉規為形 就在這個2022-23那盤數上 罕有感錄得盈餘 一億一千八百萬 那為什麼這個這麼大的新聞 這麼值得注視的新聞 因為如果你不計2020年 得到政府那三十億的補助金 而穀起當年 所謂有盈餘十幾億 今次就是海洋公園 過去八個財政年度以來 首次錄得正數的盈餘 那昨天的報紙 大部分的報紙都在這裏 強調他 轉規為形 轉規為形 這麼多年都做不到 現在做到了 好像是很好的消息 但是 沒有什麼報紙去拆解 究竟為什麼他可以轉規為形 獨讀 我看到《經濟日報》 有篇文章 跟大家拆解一些數 告訴大家 原來海洋公園為什麼轉規為形 重點不是他 多了人去公園玩 在那裡賺多錢 重點不是這個 原來他是靠兩招食戶 其中一樣是做定期 沒有聽錯 做定期存款 所以可以轉規為形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海洋公園截至今年6月底 銀行的定期存款 達到接近16億 按年增加接近八成 當中的數額就是近7億 而當中絕大部分 這些做定期存款 接近16億 有14億是做3個月或以上的定期 另外2億是3個月以下的定期 海洋公園2、2、3年度 投資收入錄得的3,910萬 就是因為做這個定期 他就可以多了3,910萬這個收入 按年是競升16倍 全部都是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即是他純粹做定期 賺了3,900多萬 即是接近4,000萬 單以比例來計算 《經濟日報》這個報道就說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就相等於海洋公園的盈餘 32% 即是三成多 哇 是不是很厲害 另外他還有一招 就是回撥7,000萬 那什麼回撥呢 聽完這個說法 他最主要就是競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就是2021年9月正式營運 但是公司在2122財政年度 即是較早前 已經一拼將公園和水上樂園的物業 機器和設備等等 確認減值損失17億6,000萬元 不過在今年2223財政年度 海洋公園就說 我們從減值評估中 撥回7,000萬元 就回到今年盤數 反映公司前景 比上一年度更為樂觀 那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他就說 當年的管值去減撥 其實股算不夠準確 事實上那堆東西更加值錢 所以有7,000萬元 現在就重新估值了 所以撥回來 今次盤數 嘩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明顯是財計 幫他審計的安寧會計支流 就對這件事 就說對物業機器和設備和使用權的資產減值評估 他說由於某些假設無法獲得足夠適當的審計證據 所以安寧跟他核數那個就說無法評估 真的好像洗手 這個這樣的活數跟他們是無關的 那這裡呢 7,000萬元 即是加回剛才做定期賺的3,900多萬 加這裡7,000萬 多少 接近1億1千萬左右 這個就跟今年 剛剛現在說他賺 今年賺1億1,800萬 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是定期 用這個這樣 這些數撥來撥去 就變成 今次呢 是 說今次盤數 就轉規為形了 那大家看了這些數之後 會不會覺得 真是滑了落地 原來這樣就是轉規為形 其實就不是跟他真的說公園吸入了多少人 多了多少人 即是營運收入多了多少 表面上呢 即是你這樣看 沒有關係 那看完這宗新聞呢 我有幾個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 幾個看法和大家分享的 那第一 傳媒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傳媒去拆解 大家純粹看可能公園出來開記者會 說自己轉規為形了 就好像很漂亮 那大家就真的未必見到真章 那雖然現在都不是 即大部分報紙都沒有幫他這樣拆解 但起碼還有傳媒這樣幫他拆解 令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真章 那所以呢 傳媒本來對一個社會呢 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第一 第二呢 就有關於 即是 他那個兩招 即是靠兩招食壺 那 那 那財技呢 那當然就不值得鼓勵 那 尤其甚至說應該是批評 那 不過呢 讀讀的那個 定期存款呢 呢 我就的感受特別深 那 他因為定期 賺了接近四千萬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就 單純這件事做定期 我覺得 我就不批評他 我反而覺得說 嘩 可能他這一招呢 才是當前 無論公司 或者個人 最能應對 現在那個 經濟處境的 一個招數 因為有什麼是一個 這麼動盪的時候 讓他做定期 因為現在也是高息 雖然說 美國現在放鴿了 但是 即是說 都是明年稍後的事 那至少今天 或者較早前這段時間 都是 是 若干年來 沒試過的高息 那他呢 就選擇了去做定期 於是 就賺到幾千萬 那這個呢 我覺得就 反映到呢 這個 就是做定期 對企業來講 對個人來講 可能是最穩陣 最安全 而有高效的 投資方式 那你坐在那裡 基本上呢 是零風險的 那你賺了幾千萬了 那是不是 真的相當不錯 那而且呢 它是有一種 因時制宜的 即是如果你以前 哇 利息低到 不知道怎樣怎樣的時候 你做定期 都沒有什麼肉食 那就是 正正就是 這個近年 那種的高息 過去一年來 大家看到的情況 哇 息不停地飆 那你在這個階段 做定期 你就可以拿到 可觀的回報 那所以這個呢 都不是 只是坐在那裡 等運動 這個也是 因應著這個形勢 去做一個判斷 因時制宜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厲害的 那 那 不過當然也有人說 你這樣拿錢去定期 但是其實呢 政府是有些免息貸款給你的 那這會不會對納稅人不公平之類 那這個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 也可以這樣想 就是 始終呢 政府又免息貸款給你 又有些輔助金給你 其實你就應該正正呢 海洋公園 趁現在這時候 用這些錢呢 怎樣呢 去增強 樂園的吸引力 譬如你說多些遊戲也好 裡面怎樣的佈置也好 其實海洋公園主要就是 譬如 動物啊 海洋生物啊 各樣這個 是一個自然教育公園來的 其實做好這些 令到加強你的吸引力 而稍後呢 可以更加去吸引到 本地人 甚至說遊客 去你這個的景點 那這個是更加 更加值得的 那當然你可以 從剛才這兩點 你可以質疑它做定期 那這個呢 我不詳細討論啦 不過我就說 定期那個呢 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 在這個時勢裡 我就說 我也看到一些正面的效果 始終最重要的那四個字 就是因時制宜 在不同的時勢 你就要去審時度勢 去留意著那個情勢發展 而作出配圖 不知道 特區政府 在這個這樣的例子裡 有沒有呢 就是 學到東西呢 那 嗯嗯嗯 那今天呢 在這裡的交流 分享呢 就跟大家呢 聊到這裡啦 那 好 拜拜